澎湖精神 生日快乐 澎湖军校建校一百年 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关键的战役 也培育了无数的军事人才 国军弟兄不只是保卫国家 每一次灾害来临的时候 都在第一线协助救灾抢灾 身为台北市大家长 我要向国军弟兄表达最高的感谢 也会秉持这样的理念和精神 为所有台北市民奋斗打拼 我要感谢所有的前辈秉持皇府的精神 一路坚持捍卫中华民国 捍卫民主追求和平 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我也会持续追随前辈们的脚步 我们也希望迎接下一道百年 6月2号我也到海道参加 全民国防嘉宁华的活动 吓起了大女所有前辈 秉持皇府团结议席的精神 非常的振奋人心 昨天我也参加了 皇府建军百年的照片特展 也再次强调 民国13年的6月16号 皇府军校开训典体上 国务孙中山先生的书面训词 就是现在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 而第一任的校长 就是蒋宗蒋先生 中华民国在哪 皇府的政统就在哪 中华民国国国家的墙 中华民国民国国家的墙 皇府的政统就是在这篇